你说走就走 你刚刚到底拿了多少钱给你吗 你现在必须跟我说清楚 我哥在城里装修房子 我转了两千块钱给他妈 你有什么可及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骗呀 我今天就想听你一句实话 你到底给了多少钱 两万块钱行了吧 我借的钱给我哥怎么了 那可是我亲哥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我平时省吃俭用 连个高大的口红我都舍不得美 我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你大哥车子房子都没了 而你呢 每次一点小事都要跟我吵架 我真是受够了 行了 分手吧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 不听朋友的劝 几千公里加到这里 你现在要跟我分手 你别后悔 谁后悔 谁孙子 他这个孙子呀 当定了 你什么意思 你猜他会去哪 我想 他没地方可去 他离家几千公里嫁给你 抱着对爱情的憧憬远走他乡 可是在他朋友眼里 他的爱情 就是个笑话 我想此刻 他会给自己的父母打电话 可是话到嘴边 又咽了下去 喂 妈 你吃了吗 挺好的呀 没 我没跟他吵架 毕竟 他当年嫁给你 也是拍着自己的胸脯 跟父母保证过 他会幸福的 对吗 况且 离得这么远 他父母除了担心 什么忙也帮不上 所以 他只能把自己的伤心委屈 搅碎了 往肚子里 然后默默地忍气吞声 回家 洗衣 做饭 带孩子 你说呢 你看 他都多久没买化妆品呢 我的评论区 10货美妆 两折起 正品的 美可口红 才60多 比免税店的还便宜 回头呀 多给他买一点 还不赶快去追 好 奶奶 奶奶我错了 往后雨晒 风雪是你 平淡是你 亲密也是你